清华招生办给我打电话时 我正被霸凌者按在巷子里 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 任务完成 获得成就点100 我吐了口血沫 勾起笑容 全部加武力指 下一秒 我将霸凌者踩在脚下 冷笑 轮到你们了 尊敬的公主王子们 请给小斗一个关注吧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了 吃完午饭回来 我的桌子 不知被谁翻倒在地 书被扔得到处都是 许宁威正踩在我的板凳上 手中高高举起一张信纸 周围聚满了人 他扬眉看向我 大声道 都什么年代了 还写情书 其满满 你的告白方式 和你这个人一样土 我认出了那张信纸 是早晨时 文威委员让我帮他保管的 我当时见他央求 没多想去接下了 却没想到是一封情书 我张红了脸 急忙电解 不是我的 是文威委员的 目光一过去 文威委员却立马垂下头 我没有 刹时间 同学们看我的目光更比一了 敢做还不敢当 乡下妹 你不要脸的吗 他都敢给严恒写情书了 还要什么脸 你们瞧他 这副灰头土脸的样 真令人倒胃口 严恒能看得上他吗 说话间 严恒从外面进来 他目光无稽质地扫过 念无表情道 不要什么事都扯上我 又略微嫌弃地看了看我 也不要什么人 都来沾边 同学们立马爆发出一阵 剧烈的嘲笑声 哪怕这封信不是我写的 哪怕我什么也没做 此时此刻 我都觉得自己 难堪得无所遁形 情书的是 对许宁威捅到了老师那里 老师很生气 将月考卷子扔到我脸上 成绩那么差 还整天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我听说你家庭条件很差 有没有想过 高考过后 自己的前途怎么办 同学们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乡下妹要什么前途 大不了进场打工咯 进场都抬去他了 就他这样又黑又丑的 以后只能回乡下喂猪 在他们的奚落声中 老师不耐烦地摆手 让我去教室外面 罚站三个小时 现在已是四月份 灼热的太阳投射到阳台 我被晒得头晕眼花 偏偏临近高考 为了学习 我还要努力竖起耳朵 生怕自己错过了知识点 在我快要晕倒时 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机械音 绑定成功 请宿主接收任务 解答一道数学题 任务奖励成就点时 我迷茫的左顾右盼 什么东西 系统立马到 我是由主神召唤 来绑定你的心愿系统 只要你完成任务 就可以获得成就点 成就点可任意加持 你的智商值 美貌值和武力值 由你随意分配 各项数据上线值为100 现在请宿主完成第一个任务 我觉得很荒唐 甚至有一种 是不是有人在耍我的感觉 可走廊上空旷无比 诺尔只有老师一样 顿挫的讲课声 系统的声音 就像凭空出现 比我的设想更加玄幻 如果这是真的 我扭头瞥了眼教室 前门续演着 露出数学老师 在课堂上激情的身影 以及他说 这道题不难 有哪位同学上来试试 底下同学歪七扭八的 打着哈欠 没人举手 我迟疑了片刻 敲响了前门 老师 我来做吧 话音刚落 我看见打瞌睡的同学们 清醒了几分 罚站就好好罚站 你以为做了题 就能回来做着了吗 数学老师没理会 由于片刻 不耐烦的将粉笔递给我 行 你来做 做不出来 这的话就继续站着 我接过粉笔 开始仔细阅读题目 后面就有人不耐的催促道 你到底会不会做呀 不会就滚出去啊 乡下妹月考数学 才考六十几 公式都被不明白 还有脸做题呢 丢人现眼 我抿了抿唇 自卑一瞬间涌上心头 几乎想要放弃 丢了粉笔 落荒而逃了 脑海里系统的声音 事事响起 这道题你之前 不是刚在卷子上做过吗 再好好想想 她的声音 拉回了我纷乱的思绪 我又仔细读了两遍 发现此前的确做过同类型 就在数学老师耐心 都快耗尽时 我终于落下了笔 三下五除二做好了 老师扫了眼 片刻他紧促的眉头舒展开来 嗯 做对了 我松了口气 教室的嘲弄声 刹那安静下来 片刻他们又撇撇嘴 切 没意思 不过是一道数学题而已 如果是以前 我肯定会觉得难堪 但现在 当他们视线注视过来 哪怕是恶意的 我也不自觉挺起几分胸膛 老师又看了我一眼 行了 回来坐着吧 与此同时 系统也提示到 恭喜宿主 任务完成 获得成就点时 解除数学题的快乐 让我想也没想的 就把所有成就点 全部加给了智商值 正好下节是化学课 化学老师踩着高跟 抱来一叠测验卷 这次考试内容比较简单 都是基础题 这节课时间能做多少算多少 下节课也是我的 我一边批改一边上课 说着开始分发卷子 钱桌将卷子递给我时 恶劣的笑了笑 齐满满 你这次可别再偷看我答案了 我眉头微皱 上次化学测验 我勉强考及格 老师随口夸了我几句 谁之前 桌居然说我瞟了他的答案 老师虽然没说什么 但我明显感觉到 这次考试 他的视线总是 有意无意地落到我身上 但我没时间顾及 因为我发现 哪怕只加了十点智商值 这些平日里 在我看来灰色难懂的题 现在我只需要看一眼 脑海里就自动匹配上 对应的公式和解题步骤 我忍不住沉浸在解题的快乐中 直到夏克林响起 课代表收卷子时 周围响起几道抱怨声 这题哪里简单了 我还剩三分之一都没做完 对呀 尤其是实验题 我低下头 瞥了眼自己满满当当的卷子 难吗 第二节化学课的氛围明显明智 老师一边批改卷子 一边不耐烦地嘖嘖摇头 这么简单的题都会错 你们班这段时间 到底在学什么 直到他又拿起一张试卷 越看越惊奇 基础题全对 难题正确率也有50%以上 这位同学做得不错呀 听见老师难得的夸奖 同学们纷纷猜测 这是谁的卷子 直到老师扫了眼侧边的名字 视线在教室转了圈 最后缓缓地落到了我的身上 齐满满 他叫我 你考得很好 话一开口 同学们难以置信地看向我 这是齐满满考出来的 不可能吧 他向来吊车尾 我抿着唇 上讲台接过我的试卷 其实我的化学成绩 在所有成绩里 还算看得过眼 起码能及格 加了十点智商之后 倒是爬到了班级前几 这堂考试 如果是考英语或者数学 我未必能这么突出 老师赞赏地说 下次继续努力 我点点头 转身的刹那 前桌突然站起来 中眉道 老师 齐满满肯定是偷看了我的答案 所以才会考这么好 你再重新出几个题 我不信他能自己做出来 就是 向林的化学成绩一向不错 齐满满上次能及格 就是瓢了他的卷子 我们要求他重做 老师漂亮的眉头皱起 我叹了口气 想要辩解 老师突然抬手 从一堆卷子中翻找出一张 道 向林是吧 你比齐满满少了近二十分 怎么好意思 说他抄你的 老师又夸了我几句 回到座位后 我忍不住露出笑容 却没注意到 正前方 许宁薇看我的目光 带着几分隐晦的恨意 吃晚饭时 我见系统迟迟不说话 小心问道 你还在吗 系统很快回我 在 怎么了 我立马到 还有任务吗 我想多赚些成就点 系统意味深长地安抚我 别急 任务是特定情景下出发的 我点点头 正思考着 怎么才能触发任务 这时 许宁薇带着几个女生走过来 抬手就把我的餐盘掀翻了 汤汁留了我一身 我立马起身后退 你干什么 许宁薇冷笑道 看不出来呀 气满满 说吧 你用了什么手段 考得那么好的 我自己考的 你常年吊车尾 这话说出去谁信啊 你们信吗 他笑嘻嘻地问旁边几个女生 他们立马摇头 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心机的 为了在严恒面前 展露风头 都敢使这些下三乱的手段了 许宁薇说着 上前两步 一脚踹在我的膝盖窝 我吃痛 膝盖微弯 险些跪了下去 其他女生又拽住我的衣服 死死挡住了我的路 与此同时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任务清醒着 从许宁薇手底下逃脱 任务奖励 实成就点 一股血腥味在周围蔓延开来 我艰难的抬眼 对上许宁薇音质的神色 看来今天我不脱层皮 她恐怕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 在我周围吃饭的同学 见到这个场景 立马纷纷端着盘子 坐到了更远的位置 我不禁自嘲地想 这么难的任务 系统 就不能多给点奖励吗 我被他们抓着头发 拽到了楼梯间 学校食堂有电梯 平日里少有人走楼梯 就算有 看见这幅情景 都恨不得敬而远之 许宁薇的巴掌 一个接一个落到我脸上 我的嘴巴很快破皮 尝到了一嘴的血腥味 在我几乎快要晕过去时 我看见严恒从二楼走下来 他穿着归整的校服 神色冷漠 目光触及我们时 微微正愣 我立马撕压着嗓子 像是一条卑微匍匐的狗 朝严恒那边爬过去 严恒 你帮帮我吧 我不顾身上火辣辣的疼 又加重了语气哀求 我想 许宁薇那么喜欢严恒 只要他开口 他或许会愿意饶过我 只要他稍微开口 但没有 严恒目光只看了我三秒 就缓缓一开 嗓音清冷到 关我什么事 刹那间 许宁薇笑得更欢快了 穿着厚重皮鞋的 脚踩上我的手背 疼得我脸色煞白 他目送着严恒离开食堂后 大笑道 你个贱人 你求严恒 他理你吗 我突然生出些反抗的心思 但对方那么多人 我只有一个 还浑身是伤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背心的大肚男老师 又走了下来 吸取了严恒的教训 这一次 我想也没想的 踉跛两步 一口口水混着血水 吐到了老师的身上 三秒后 他怒不可遏的声音 充斥着楼梯间 你哪个班的 跟我去办公室 我被大肚男老师 拎去了办公室 他似乎看出我的困境 并没有过多为难我 只让我写了份检讨 刚写完 系统就提示我任务完成 被打的痛苦厉厉在目 我想也没想的 就把这十点成就 全部加给了五力纸 加成的瞬间 一股充沛的力量 充盈了全身 我小心的攥了攥手里的笔 没用多少力气 就捏了个粉碎 走出办公室 许宁薇他们还在等我 终于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在里面 躲一辈子呢 哈 躲得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这顿打你逃不掉的 骑满满 走 跟我们去厕所 三个女生推嗓着 将我拽进了厕所 其他同学见到这架势 纷纷逃离现场 系统的任务又砸了过来 这次他不光让我保护自己 还让我进行反击 听见二十的积分时 我心里那最后一点 害怕的情绪也荡然无存 许宁薇嘴角挂着得逞的笑 上前两步 猛的抬脚踹了过来 他用了十足的力气 完全没料到我会躲开 一脚踢空 他被迫劈了个叉 摔在冰冷的地面 脸色瞬间煞白 乡下妹 你居然敢躲 信不信我弄死你 话音刚落 其他两个女生冲了过来 一人抱住我的腰 一人想拽我的头发 我却掀他们一步 揪住其中一个人的衣领 将她砸到门板上 又一脚踢开了另一个人 都是皮肉软的女生 我力气很大 打得他们半天没回过身 痛呼声在厕所此起彼伏 而这次 我没有再被动地挨打 从厕所出来时 我身上除了衣服湿了点 没有受任何伤 倒是许宁薇几个 几次三番想要攻击我 都被我还了回去 他们捂着伤口 看向我的目光 恨意中 又带了几分畏惧 最后连狠话都没放 就亮亮呛呛地离开了 我让系统把20点成就点 平均加给智商和武力 但她却说 三个数值间差距 不能超十分 没办法 我又挪了五点给美貌值 加完分后 我倒是没感受到什么区别 只是晚上洗完澡 室友盯着我的脸 破天荒来了剧 其满满 我怎么觉得你皮肤 变细腻了好多 市长掐了掐我的脸 对呀 又白又软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漂亮 哦 还有她的腿 也笔直修长的 昔日 我在宿舍 基本是个透明人般的存在 我出身农村 成绩下等 经常融入不进他们的话题 久而久之 便被孤立了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对我这么热情 更甚至 市长还主动邀请我 我要去小麦部吃泡面 你去吗 一起吧 从未有人主动跟我交好 我十分开心 哪怕临近十一点 寝室快要熄灯 仍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市长 他的手搭上了我的胳膊 拉着我飞奔到小麦部 这会儿正是晚自习下课高峰期 来小麦部吃泡面的人很多 人群中 严恒鹤立鸡群 吸引了无数人的注意 市长咬着叉子 验线地看着严恒 有些人生来就是天之骄子 真让人嫉妒 我面无表情地盯着碗里的泡面 没说话 市长同情地看我一眼 你喜欢严恒 一定很累吧 毕竟他这么优秀 我不喜欢他 我小声说道 目光真诚 那封情书真不是我写的 市长文言 愣了下 玄机笑了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觉得你没说谎 我瞪大了眼 真的吗 真的 可能是因为你长得好看 说什么都是对的吧 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 就在这时 巡逻的保安吹响哨子 快熄灯了 还在小卖部的同学 赶紧回宿舍 我俩一惊 扔掉泡面 和乌泱泱的一群人 往宿舍跑 人群密集 我和市长走散了 身后不知是谁 突然推了我一把 我刚洗完澡 穿的短睡裤 跌坐在地上 小腿瞬间擦出近 五厘米长的伤口 捧着我呲牙咧嘴的 等我猎切着站起来 人群已经跑远 我一拐一拐地 艰难地往前走 就在这时 妖枝突然被人拦了下 紧接着 一道轻烈的声音 自头顶压下来 要我帮忙吗 我一扭头 看见严恒 夜色下他的双眸漆黑 看见我的脸 错愕了顺 你是 香 他后面的话戛然而止 想了半天 都没想起我的名字 我嘲讽地扯了扯嘴角 不用 被我拒绝后 严恒没说话 只是不远不近地 跟在我身后 路灯下他长长的影子 一直投射到我的脚下 其他人都跑得没影了 只有我俩走得很慢 快到女生宿舍时 我叫住他 别跟着我了 严恒抿了抿唇 说 你的脚 我吃笑了声 语气充满的刺 严恒 我不过是摔伤了脚 现在还能走路 况且我已经拒绝过你的帮助 可是昨天 我朝你求救的时候 你连一个正眼都没给过我 严恒那张清冷的脸上 浮现几分局促 皱着眉愣了几秒钟 还是没说话 我走到宿舍下 阿姨已经准备关门 看见我一拳一拐地过来 市长在宿舍门口张望 见我总算回来 他松了口气 又看见我脚上的伤 立马愧疚地拿来药水 要给我涂 高中三年 我什么时候受到过这样的待遇 立马便局促道 市长 我自己来吧 别别别 我来吧 也怪我没有照看好你 市长笑着说 见我低垂着头 长发垂下来 他突然感慨道 总觉得你变了许多 我心下一惊 系统给我加持的数值 不会被看出来了吧 不过下一秒 市长便摇摇头道 现在你自信了些 不像从前那么阴沉沉的 人也耀眼许多 这都是好事 我有些嫩的地道 好事吗 是啊 现在这样就挺好 我都不自觉被你吸引 想和你做朋友呢 谁不喜欢一个 自信又漂亮的朋友呢 就在我有些受宠落金时 系统的声音冷不丁响起 恭喜宿主成功交到 第一个朋友 奖励实生就点 之后的一周时间里 我又完成了 系统给的两个任务 智商值已经加了近25分 就在这时 学校举行了 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月考 考试前 班主任叮嘱我们 这次考试 给第一名设立了 一万块的奖学金 高考过后 年级前十 还能参加免费的 海边夏令营 同学们一听 兴奋极了 卧槽 海边夏令营 黄昏和大海 简直绝配 严衡稳尽前十 也就是说 有机会和他一起看海景 绝佳的培养感情的好机会 因着我在厕所的反抗 许宁威最近 没再找我的麻烦 听说这个消息 他就更没功夫理我了 满心都铺在了 海边夏令营上 师长坐在我的前方 文言回过头 见我在做卷子 笑着问 你这么用功 也想去夏令营吗 我茫然的抬头 猝不及防 对上延恒看过来的目光 他像是随意一瞥 却刚好和我对上 我面无表情的一开 摇头 我没兴趣 如果可以 我其实对奖学金更感兴趣 不过哪怕智商 直加了25分 我对年纪第一 也不是很有把握 毕竟我们学校 虽然大部分人不学无数 但想考年纪第一 也要考650分以上才行 我的话正好落入前桌 他上次被化学老师 弱了面子 对我怀恨在心 听见我的话 大声吃笑道 齐满满 你是不是疯了 你不会真以为 你那个成绩 能进年纪前十吧 他的声音很大 嘈杂的氛围 有刹那的凝滞 所有人再次将目光投向我 这次 儒却嘲讽我的声音 又多了些别的 他以为年纪前十是大白菜嘛 是个人都能考 话说 你们有没有觉得 齐满满突然变漂亮了 皮肤变白了 涂粉底了吧 还说要考前十呢 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我怎么觉得 他看起来和平时不同呢 能有什么不同的 不也还是个乡下妹吗 我本不想多说 毕竟成绩这事 还是用事实说话比较好 但破天荒的 市长却红着脸 回声道 满满学习很刻苦的 你们别说了 有些人再努力 也还是个掉车尾啊 努力有什么用 其满满几斤几两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阻止了市长 继续和他们争辩 摇摇头 只说等考完吧 学校并没有让我们等很久 因为是最后一次月考 学校非常重视 从监考过程到批阅卷子 全部都按照高考来模拟 在这样严苛的制度之下 许宁威出事了 当时我正在检查试卷 走廊突然传来 骂骂咧咧的声音 我一抬头 便看见许宁威 被监考老师揪着出来 身体不停挣扎 扭动成麻花 我没作弊 你们放开我 信不信我告诉我吧 监考老师皱着没拿出手机 这是从你桌子底下搅的 许宁威心虚几秒 徐章声势般拔高声音 我只是带进来 又没作弊 你们凭什么抓我 影响我考试 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那你解锁 监考老师命令道 许宁威立马道 我不 你们想看我手机 是侵犯我的隐私 监考老师冷笑了声 希望等会去办公室 你也能这么硬气 他们说完 就抓着剧烈挣扎的许宁威离开了 任凭他怎么大喊大叫 都无动于衷 这件事只是考场上的一个插曲 三天后 月考的成绩出来 彼时我正在教室做卷子 市长带着另外两个室友 急冲冲的从外面跑进来 满满 进了 你进了 这次月考闹出的动静不小 先是我放话要进前十 又是许宁威作弊被抓 因此市长刚进教室门 同学们便纷纷围了上去 卧槽 假的吧 老师都没宣布成绩呢 你去哪查的 市长喘着气 大声道 光荣榜已经更新了 立马便有人又问 其满满真进前十了 市长说 不是 我就说 他怎么可能考前十 下次说话能不能说完 我还真以为乡下妹逆袭了呢 大家一哄而散 还没走两步 便听见市长大声道 不是前十 是 是第一啊 685分 满满 你考到年纪第一了呀 三秒后 教室爆发一阵奇奇的抽气声 我的天 685 严恒都才考650分吧 乡下妹之前只能考200多分的 现在居然超严恒35分 他们惊呼着 一窝蜂跑到光荣榜下 我也跟随人群跑去 果不其然 其满满三个字 用金灿灿的字体 被加粗放大 畏惧榜首 严恒正站在光荣榜下面 文言转头 神色狠淡的目送着我 走到他身边 半赏 他朝我清冷的笑笑 恭喜你 市长露出精益神色 不停戳我 严恒居然主动跟你打招呼来 我却无暇顾及 目光定定的落在我的名字上 比肩微微酸涩 周一 学校在升旗台举行颁奖典礼 当我昂首挺胸 走到主席台前 接过校长递过来的万元红包时 底下响起 振振怯怯思语 这女生是谁啊 之前从来没见过 听说叫什么齐满满 之前成绩很差 最近突然蹦上来的 她长得好漂亮啊 这种颜值 我怎么早点没发现 说不定还能谈恋爱什么的 别想了 没看严恒看她的眼神 这么温柔 估计人家才是一对呢 啊 我的男神 真的喜欢她吗 我听说严恒是严控 这女生长得这么漂亮 应该是真的吧 领完奖金 我接过话筒致词 说着说着 感受到身侧一道灼热的视线 愣一瞬 下一秒 突然从台下冲上来个人 直直的朝我撞了过来 齐满满是作弊考的第一 你们别被他骗了 我被撞的一个裂剑 好在身侧 严恒伸出手来 及时扶住了我 我站稳身子 对上许宁威发疯的目光 我考场上被没收的手机 就是齐满满的 作弊的人是他不是我 他这话听的校长不气笑了 叫老师赶紧把他拖下去 主任及时出面澄清 我们学校每次考试 都严格兼考 绝不允许作弊出现 更何况是其同学 这么高的分数 希望同学们 不要被带歪的节奏 许宁威又冲着严恒大叫 他这样的乡下女 配不上你 严恒你千万别被他骗了呀 严恒眉头拧得很紧 我站在他身侧 清晰地听见他 极其不耐地说了声 配不配得上 要我说了才算 我有些惊乐地回头 正巧对上他看向我 柔和的眼神 因为许宁威考试作弊 加大闹颁奖 他已经被学校勒令回家复习 之后的一个月 都不会再出现在学校 我不禁松了口气 系统给我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大半 不知不觉中 我的智商值已经拉满 只差五力值和颜值 就在高考前几天 一直沉寂的系统 突然又出声 宿主 有新任务了 什么 考上清华 奖励一百成就点 成就点是以前的十倍 但难度也把高许多 我有些担忧 我从没想过 自己会考得起清华 这时 教室里想起一阵骚动 紧接着 一道修长的影子 落在我的头顶 严恒站在我面前 目光专注地看向我 齐满满 一起考S大吗 我下意识仰头 对上他清俊好看的脸 想到系统的话 我咬了咬唇 鼓起勇气到 不了 我想考其他学校 他眉头微醋 为什么 S大是本事最好的大学 仅次于清北 他说的的确不错 如果是从前的我 哪怕是S大 也是我渴望不可及的梦 但他也说了 仅次于清北 而系统的任务是清华 如果不是清华的话 我只好道 S大是很好 但我想考清华 严恒不悦的眯起眼睛 你难道不知道 我和你说的话 意味着什么吗 他在本校当了三年校草 据说家境优渥 性子清冷孤傲 这还是第一次 对某个女生示好 尤其是约定 一起考大学什么的 这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 我点了点头 大概清楚吧 那你还拒绝我 S大不是我的首选 所以我也不是 严恒深深地吸了口气 对你来说 不管是S大还是我 都是你目前 所能触及的最高点 不是吗 难不成你学会了贪心 想要更多 这番话有些羞辱人了 如果是以前 我或许早就落荒而逃 但这次 我抬起脸 迎着严恒不悦的目光 坦然道 你错了 不管是你还是S大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争取 又谈何触及 我有我的目标 严恒 你有点强人所难了 严家的生意在本市 以严恒的成绩 能考到的最好的学校 也就是本市S大 他留在本市 当然是最好的发展 可退一万步说 我就算喜欢他 也不会为他留在S大 系统教会我那么多 不是让我做一副谁的兔丝化 我和严恒的对话 自然不欢而散 事实上 我也不知道 哪里入了他的眼 但对我而言 总归不是好事 严恒生气的离开 临走前 他嘲弄的笑我 你以为清华这么好考吗 不过是一次侥幸 考到年纪第一 就真以为自己 能逆袭了吗 685分 我倒要看看 你拿什么考进清华 他噼里啪啦说这么多 我倒是无感 反倒是市长气坏了 对着他的背影猛翻白眼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就考清华 气死他狗日的 我回头看向市长 你觉得我能考上清华吗 市长犹豫了几秒 拍拍我的肩膀鼓励道 努力就好了吗 话里话外 倒也不相信我的话 毕竟本校重在培养得志体美劳 对学生的应试教育抓得不算严 成绩在本市纸牌中上游 见校百年来 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人才 但考清华的 倒是一个也没有 高考过后 班级组织同学聚会 席间 大家免不了谈论起高考志愿 也不知道是谁说漏嘴 把我和颜恒上次争吵的话 说了出去 刹那间 嘈杂的气氛安静下来 男生们多多嬉笑着看我 语气间充斥着几分讥讽 颜哥也算够给齐满满面子了 他还真有些不识抬举 要我说 能拍上颜哥一起去S大 有什么不好的 没看见 许宁威为了颜哥都快疯了吗 齐满满 你有什么不乐意的 我没说话 坐在角落抱着果汁 一口一口的喝着 这时 有人道 你们别乱说 齐满满的目标是清华 看不上S大也很正常 他们的校生越发拔高 啊 清华 咱们学校这么多年 都没出过一个清华吧 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考得上啊 连老师都没有把教学中心 放在应试上 你未免吹过头了 只有市长不服气 与他们争辩 不过 换来的是更多的嘲弄 没人赌信 我真的能上清华 倒是有几个平时 和许宁威交好的女生 听见这些八卦后 立马给他通风报信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 我像往常搬 下楼买东西 我家租住在老式居民楼 外面有一条记窄又偏僻的巷子 平日里先有人来往 我刚行至巷子中 突然被人从身后踹了脚 我吃痛的跌坐在地上 大脑有片刻的晕眩 回过神来 无数拳脚落在我身上 挨打的空隙间 我从密集的拳脚中 看见许宁威神色猙獰的 站在巷子口 目光阴致的盯着我 对事实 许宁威残忍地说 齐满满 你不会真以为高考完 就万事大吉了吧 他招呼着几个小混混 将我按住 抬手几个巴掌 甩到了我的脸上 早听说你用这张脸勾引眼横 还装不作样地拒绝他 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舔鞋道歉 我就考虑饶过你 否则你别想完整地 走出这个巷子 我靠坐在冰冷个人的墙面 嘴里浓重的血腥味 蔓延开来 眼前四个男人 各个身强体壮 身上大片刺青 我知道 就算我求饶 按照许宁威所说的去做 他们也仍是不会放过我 怎么 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许宁威吃笑了声 抬手对四个混混道 你们去给我把他衣服扒了 再给他的脸划烂 看他以后还拿什么东西 勾引眼横 四个人朝我走过来 我攥紧拳头 估算着以我现在的武力值 打得过他们的几率是多少 不过显然胜率不高 就在这时 我口袋里的手机铃声响起 我还没反应过来 许宁威就先我一步 抢过我的手机 按了接通和外放 其满满 你现在在哪呢 你的成绩出来了 快来一趟学校 清华 北大招生办的老师 都在这等你呢 这话显然更加激怒许宁威 他迫不及待的要对我动手 然而同一时间 系统的提示音也随即响起 恭喜宿主 任务完成 获得成就点100 我吐了口血沫 勾起笑容 全部加武力值 许宁威不明白 我为什么会突然笑起来 就像他不明白 狠狠拽住两个混混的脚 把他们踩在地上 偌大的巷子里 惨叫声此起彼伏 许宁威大惊失色 不顾一切想跑 我动作比他更快 揪住他的衣服 恍若恶魔低语般 在他的耳畔道 轮到你了 我揪住许宁威的头发 将他往巷子深处脱去 他的头皮被扯得刺痛 脚在地上不停蹬着 尖声叫道 其满满 你敢对我动手 我就敢报警抓你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和我身上都有伤 去了警局 还不一定谁有理呢 我笑隐隐地毁他 再说了 你特意选在这个地方 可就是要定 不会留下证据吗 他的神色猛地绝望 脱拽的声音无比清晰 我笑着对他说 许宁威 你也来试试 我之前尝过的痛苦吧 从巷子出来 我浑身染血 当然是他们的 走过巷子 足足三分钟后 系统才弱弱地开口 宿主 你武力值爆表了 剩下的成就点 我自作主张 给你把颜值拉满了 还剩到23点 你可以选择兑换成钱 我不是很在意 随口问道能换多少 一成就点可以换100万 那还等着干什么 换啊 等系统给我操作好以后 一张银行卡 凭空出现在我的口袋里 所以我现在 不光是考上了清华 还成为了千万富翁 我怀揣着飘飘然的心情 打车到了学校 门口的横幅已然拉上 一众校领导等在门口 看见我后 眼神热络 活像是看见了 失散多年的亲人 齐满满 你终于回来了 清北招生办的老师 已经在等着了 你想好 自己要选哪所大学了吗 我们临时组织了一批 专业的教师分析团队 你可以给我们说一下 你的需求 我们帮你分析 哪所学校适合你 我跟着他们一起 往学校里走 边走边到 不用了 我已经想好去清华了 老师们愣了片刻 旋即跟着笑 清华好啊 也很适合你 之后 在老师们的帮助下 我和清华招生办的老师 签好了合同 谈好了各项福利 临走前 严恒叫住了我 他神色极为别扭 说我没想到 你真的做得到 我客气的笑了笑 他盯着我的脸 看了几秒 总觉得你又变了 和之前简直叛弱两人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吧 严恒勾勾勾唇 朝我发出邀请 暑期下令你去吗 我也会去 我惊讶的看他 你也去呀 嗯 那我就不去了 严恒 你好像非常讨厌我 我皱着没看他 难道我有什么理由喜欢你吗 真希望下次你陷入困境 我见死不救的时候 你也能先理得的 问出这个弱智的问题 系统大叫 宿主对得好 我懒得再废话 抬脚头也不回地离开 过了一天 成绩出来 我以721分的成绩 考入清华的事 很快传遍了所有学校 毕竟是最后两个月 杀出来的黑马 之前一直考倒数的存在 我的成绩刚冒头 无数学校和记者 便向我发出邀约 想要请我去他们学校讲话 接受他们的采访 整个暑假 我忙得不亦乐乎 在系统的指引下 我又拿了些成就点 换成了钱 足够我在首都买房 扎根了 暑假快要结束那天 系统突然说 宿主我要走了 我守一顿这么快 我们相处了四个多月 这些时间里 他督促着我 变得坚强勇敢和优秀 于我而言 系统不是系统 更像是我的好朋友 脑海里滴滴滴 你的提示音响起 我嗓音变得有些哽咽 系统系统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哪里来的 他万年不变的系统音 突然有些慈爱 说我的主神 在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接纳的 全是你们世界的亡人 只需要付出一点代价 给主神 就能召唤系统到这个世界 完成心愿 亡人 我突然想起我的爸妈 在我八岁那年 他们因意外去世 之后我被外婆 送到了S氏叔叔家中 但婶婶不带见我 半年前我刚满18岁 就丢给我3000块钱 让我滚出他们家 这半年 我租着500一个月的小房子 吃着五毛钱一个的馒头 靠着自己时不时 找一些兼职 勉强度过 我突然想哭 忙问他 是我爸妈让你来的吗 系统没有回答我 但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难怪啊 之前我自卑 怯弱 自从系统来了之后 教会我勇敢回答问题 勇敢向霸凌者反抗 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 宿主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争取来的 其实你缺的并不是系统 而是一份勇气 我给你的这些东西 其实原本就是 你这些年本应该拥有 但被外界因素干扰所遗弃的 系统终于又开口 我真的要离开了 到了大学以后 你的人生将会开启新的征程 我相信主神那边看见 也会替你高兴的 喋喋不休过后 一切终于归为寂静 我忍不住伤心 就在这时 手机铃声响起 市长那激动的声音 自那边传来 卧槽 齐满满 我爸妈知道 我认识你 都高兴疯了 非要让我请你来家里吃顿饭 你有空吗 来我家吃顿饭吧 就当是给你见醒了 我忧伤的心情 立刻被填满 当然有空了 我说 那我马上过来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